我俩已经离婚了 刚初选择了离婚 就是因为争吵不断 现在我也不知道 该不该复婚 以前冲动离了婚 现在觉得还是以前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 希望他能重新接受我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吴先生38岁来自黑龙江 厨师有请 姚女士36岁来自黑龙江 小吃店老板有请 欢迎两位 什么关系啊 夫妻 去年那个 离婚了 那就是 前夫前妻的关系 对 不能叫夫妻 有孩子吗 有 孩子多大 十岁 今儿为什么来啊 复婚 你想复婚 对 您也打算复 我没想过 那您来干嘛呀 我看看他想说啥 去年离的是吧 对 那结婚多少年啊 现在零五年结的婚 婚后在哪儿生活 婚后 然后我们俩刚开始是 在老家那边打工 他是干厨师嘛 然后我是那个卖服装了 干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哥他们全在山东嘛 然后说去那边开饭店 感觉能发展挺好的 哪年去山东开的饭店 一年末 那您帮他一起开饭店啊 还是 那个饭店是我没参与经营 开了饭店一年多吧 然后我就要孩子了嘛 饭店一直未没参与 刚开始效益还非常好 车房什么都卖了 等到后几年嘛 就经营的就是 也是稀里糊涂了 然后就是不太好了 就不干了 然后赔了点钱 房车还在吗 后来都卖了 抵债了 对对对都卖了 生意作败了 对对对 作败了生意之后 然后还有点外债嘛 然后我们俩就是通过朋友 上天津来了嘛 说得开个小吃店吧 那是哪年到的天津呢 19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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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的买卖黄了 对对对 所以来天津开了个小吃店 对对对 这也挺好啊 开了一个小烧烤店嘛 刚开始效益也不是说得很好 对 刚开始没有什么生意 对 就是毕竟刚开嘛 我说毕竟你是厨师嘛 要不然你就厨去 你再找一份工作 然后这个事我自己弄 他刚开始也不怎么想去 后来往我说 我说你去吧 然后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 我们俩离得距离远嘛 他就不回来住了 那边也提供宿舍嘛 一个月有两天的休班 然后他后期 他就是基本上 就不怎么回来了 对我这边也不管不问了就是 就是他的脾气吧 自从做生意赔了以后 变得特别特别不好 回来他就跟我吵架 为啥呀 也不知道是 就是反正就是 店不干了以后 这两年的脾气 就是有一点小事就好 爱发火 你们欠的债还完了吗 还没有 那等于他开一个店 您还在外面做厨师嘛 当时怎么分的工啊 我挣的钱嘛 就是维持家里的开销 还有孩子嘛 孩子在我妈妈 在老家我妈妈带嘛 他挣的钱 我也不太过问 因为毕竟说 你有点债嘛 就是需要还债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他跟我说 把这个钱还给我 一个朋友了 然后不长时间呢 这个朋友跟我说 这个钱他没还 钱呢 然后我就不知道 钱他去干什么了 我还了一部分 就是没都还 那你还了 那你也没跟我说这事啊 我方便问问 你们欠了多少外债吗 现在还得有十多万吧 当时欠了多少 当时欠的挺多的 那他就说明 钱都在还啊 钱都在还 都是我们俩共同去还的 也不是说 他自己去还这个钱的 所以等于说 通过这个事 发现有欺骗了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 有一次吧 就是我们 毕竟说 对那个孩子在老家嘛 我妈夏天的时候 要带孩子来 然后我说 这租的房子太小了 我说不行 咱就换一个房子 他说 哎呀 先别换了 先家住啊 对呀 我也不能回去 那花那钱干啥 毕竟我妈他们来的话 他也不方便呢 他就是不想掏这个钱 他说他把钱还债了 他钱根本 他没全还债 我也不知道 他这钱 到底是干什么了 听来听去就是 19年到了天津之后 夫妻之间产生了间隙嘛 这个间隙的最主要原因 是丈夫出去打工 但是妻子 发现丈夫打工的钱 不知道去哪了 对对 我理解的对吗 对对对 那这钱去哪了呀 这钱也不经话 就是晚点 晚点 剩点 再抽点烟 喝点酒 没事再跟朋友 吃吃饭啥的 也就没了 不是 你不是一个已婚男人吗 你家里有老婆 有孩子 那你现在有债 你不知道吗 是 那关键 我也得 现在在外面 我也得交朋友 我也得就是 你成天出去吃客玩乐去 你感觉这个事好吗 这不是吃客玩乐 毕竟谁在还在家呢 我也得交朋友啊 而且最可气的 我就是十二点多钟的时候 我就天天去进货嘛 我自己去进货 进货然后呢 回来我还得穿串啊 还得打走卫生啊什么 一直就是营业到凌晨四点钟 有一次就是下雨了 那个雨下得特别特别大 我就是出去搬租的时候 路滑嘛 就给我就是一摔 胳膊就摔坏了 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 我说你请假 你回来 我说你帮帮我 关键这不 我这也在上班嘛 我也不是说在外面 在外面玩的 干啥的说 你这边有事我不回去 不是你老婆手摔坏了 你不是应该回来 照顾两天吗 咱都不说买卖的事 是不是该照顾照顾老婆呀 关键说 我不是也在上班吗 可以请假呀 对呀 你可以请假呀 然后后期对我 也是不管不问的 这就等于含了心了是吧 对呀 我肯定我含心呢